双子族的希腊神话故事主要围绕着两位兄弟 卡斯托尔 凯瑟和波利丢克斯巴勒克的冒险和情谊 他们被称为迪厄斯库里兄弟 是斯巴达国王廷达瑞尔斯的儿子和宙斯化身天鹅与勒达所生的孩子 根据神话 勒达生下了两个金鹅蛋 一个蛋孵化出了卡斯托尔和他的姐姐克里廷尼斯德拉 他们是廷达瑞尔斯的孩子 另一个蛋则孵化出了波利丢克斯和他的姐姐海伦 他们是宙斯的孩子 海伦后来成为了希腊最美丽的女人 她的私奔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 卡斯托尔擅长骑术和驯马 而波利丢克斯则擅长拳击 两兄弟感情深厚 一起参加了许多冒险活动 包括卡里东王子莫雷阿格洛斯 召集的围猎怪兽活动 以及随意阿宋成阿尔哥号寻找金羊毛的壮举 他们还曾从特修斯手中救出了妹妹海伦 不幸的是 卡斯托尔在一次冲突中被爱达斯杀死 波利丢克斯无法忍受失去兄弟的痛苦 请求助神让他和卡斯托尔同死 宙斯被波利丢克斯的手足情深所感动 决定让他们共享生命 使他们半生在地狱 半生在奥林匹斯上 最终宙斯将他们变成了双子座的星星 让他们在天空中永远相伴 除了参与卡吕东王子的狩猎和阿尔哥船的冒险之外 他们还与梅索尼亚国王的儿子爱达斯和林萨斯 有过一段深厚的友谊 但是由于一次不幸的冲突 这段友谊转变为了仇恨 再一次激烈的争斗中 爱达斯杀死了卡斯托尔 而波利丢克斯则杀死了林萨斯 宙斯对爱达斯的行为感到愤怒 用雷电将他劈死 波利丢克斯在失去兄弟后悲痛欲绝 请求诸神让他与卡斯托尔共享生命 宙斯被波利丢克斯的手足情深所感动 决定让他们共享生命 使他们半生在地狱 半生在奥林匹斯上 从此两兄弟便永不分离 其中半生的时间住在地狱 半生的时间住在奥林匹斯的神殿里 另有传说称他们是人类之神 也是水手们的保护者 最终宙斯将他们变成了双子座的星星 让他们在天空中永远相伴 在另一个故事中 卡斯托尔和波利丢克斯被描绘成人类之神 特别是海员和水手们的守护神 他们不仅是兄弟情深的象征 也代表着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和敬畏 在航海者遇到风暴或困难时 他们会祈求这对兄弟的保佑 以确保安全归航 这个故事强调了双子座的星星 不仅在天空中引导航路 也在人们心中引导希望和信念 在浩瀚的宇宙中 双子座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天文现象 成为了夜空中最引人注目的星座之一 位于黄道带上 双子座每年都在相同的位置展现其辉煌 成为天文爱好者熟悉的面孔 双子座的两颗最亮星卡斯托尔和波利丢克斯 代表了希腊神话中的双胞胎兄弟 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英雄主义 而在天空中 这两颗恒星如同明亮的眼睛 引导着我们探索夜空的奥秘 卡斯托尔并非一颗单独的恒星 而是一个由六颗星组成的复杂星系 这个星系包含了三对双星 其中两颗主星是炽热的蓝白色巨星 它们的光芒在夜空中尤为耀眼 卡斯托尔的这种多重星系结构 使其成为天文学家研究星际相互作用的宝贵对象 与卡斯托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玻璃溜克斯 一颗橙色的巨星 它的暖黄色光芒 未观测着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察体验 玻璃溜克斯的稳定光辉 如同一个温柔的守护者 静静地守望着它的兄弟卡斯托尔 双子座不仅仅有这两个明亮的恒星 它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恒星 星团和星云 在双子座的边缘 有一个名为N35的疏散星团 它是夜空中的一颗璀璨宝石 这个星团距离我们大约2800光年 包含了数百个年轻的恒星 它们在天空中散布成一个巨大的 几乎是圆形的图案 其实直径大约是39分 相当于满月的大小 N35的年轻恒星主要是蓝色的 这是因为它们非常炽热 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远高于太阳 因此它们发出的光 主要集中在蓝色光谱的端部 这种蓝色光芒 与周围的星际尘埃相互作用 创造出一幅动人的天文景象 星际尘埃可以反射和散射恒星的光 使得星团周围的空间 呈现出微妙的光运效果 N35的恒星分布相当均匀 这个星团的质量 大约是1600太阳质量 半径大约是11光年 它的年龄估计为 1亿7500万年 这意味着它的恒星 已经从主续星阶段 进化到了后主续星阶段 在这个星团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 晚之行到早开行的 黄巨星和成巨星 这些都是恒星生命周期中的 中期阶段 在良好的观测条件下 N35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 使用小型望远镜 观测者可以分辨出 其中较量的恒星 而更大口径的望远镜 则能揭示出更多细节 M35是一个理想的观测对象 不仅因为它的美丽 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研究恒星形成和演化的窗口 M35并不孤单 它的邻居NGC2158是一个 更老 更紧密的星团 年龄大约是M35的十倍 距离大约是16000光年 这两个星团在天空中的激进 为天文学家提供了一个 研究不同年龄和演化阶段 星团的举佳机会 而MGC2392也称为 艾斯基摩星云 是一个行星状星云 它的中心是一颗 濒临死亡的恒星 其外层气体被抛射出去 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 如同宇宙中的艺术品 其独特的美丽吸引着 天文学家和摄影师的目光 这就是MGC2392 也被称为艾斯基摩星云 它位于双子座方向 距离地球约3000光年远 是一个典型的行星状星云 代表了恒星生命终结前的壮丽壳 MGC2392的中心 是一颗正在死亡的恒星 这颗恒星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抛射出了自己的外层气体 形成一个壮观的外壳 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前 随着核心恒星的光和热逐渐减弱 它将最终变成一颗白矮星 这是恒星演化的最终阶段之一 艾斯基摩星云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双层结构 外层结构包含了不寻常的 长度将近光年的橙色条状结构 这些条状结构可能是由于恒星 在不同时间抛射出气体 或者是由于恒星风与周围介质 相互作用的结果 内层结构则是由中心恒星 抛射出的强烈恒星风粒子形成的细丝 这些细丝在星云中形成了复杂的图案 如同宇宙中的艺术品 艾斯基摩星云可以通过小型望远镜观测到 哈勃太空望远镜对这个星云 进行了高解析度的观测 揭示了其复杂的气体结构 这些观测帮助天文学家更好地理解 恒星在生命末期的物理过程 NGC2392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天体 它还是研究恒星眼花的重要对象 通过研究这样的行星撞星云 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 恒星如何结束它们的生命 以及它们的物质如何返回到星际空间 卫星恒星和行星的形成提供原料 在夜空中 双子座的恒星不仅以其亮度和位置 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它们还在进行着一场宏大的舞蹈 这场舞蹈不是随意地挥洒 而是遵循着银河系的旋律 沿着各自的轨道绕着银河中心旋转 这些恒星的运动轨迹 就像是天文学家手中的线索 揭示了银河系结构的秘密 我们的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星系 包含了数千亿颗恒星 在这个星系中 恒星并不是静止的 它们都在绕着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 黑洞人马作为旋转 这种旋转并不是均匀的钢体旋转 而是较差旋转 意味着靠近银河中心的恒星旋转速度更快 而远离中心的恒星旋转速度则更慢 双子座的恒星 作为银河系的一部分 也遵循着这样的旋转规律 它们沿着近似圆形的轨道 绕着银河中心旋转 这些轨道的形状和大小 可以告诉我们银河系的质量分布情况 例如恒星的轨道速度 可以反映出它们所在位置的银河系质量 这对于理解银河系的暗物质分布至关重要 双子座的恒星 以及银河系中的所有恒星 它们的位置和运动 都是天文学家研究的宝贵资源 通过观测恒星的运动 科学家可以推断出银河系的悬壁结构 了解恒星和星际物质的分布 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银河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非常重要 恒星的演化过程中 它们会释放出各种元素到星际空间 这些元素是形成新恒星和行星的原料 因此研究恒星的运动和位置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银河系中元素的化学风度和分布 进而揭示银河系的化学演化历史 总结来说 双子座的恒星不仅仅是夜空中的点缀 它们的运动和位置是解读银河系秘密的关键 每一颗恒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参与着银河系这部宏伟交响乐的演奏 而我们正通过天文学的望远镜 聆听着这场宇宙之音 双子座位于黄道带上 是一个充满故事和科学奥秘的星座 它由一系列量星组成 其中最著名的恒星包括北河三 北河三帕勒克和北河二开斯特 这两颗恒星在 多种文化中都被视为双胞胎的象征 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恒星的特性 和它们在天文学中的重要性 北河三是双子座中最亮的恒星 是星等为1.14 位列全天第17亮的恒星 它是一颗橙色巨星 距离我们大约34光年 已经演化到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 北河三的质量约为太阳的1.91倍 半径则是太阳的8.8倍 这颗恒星的表面温度大约是4666K 呈现出橙色色调 北河三还拥有一颗 至少是木星2.3倍质量的行星 命名为北河三币 环绕恒星的周期约为590天 北河二是双子座中第二辆的恒星 是星等为1.58 是全天第23亮星 它实际上是一个由6颗恒星组成的复杂系统 这个系统由两颗主星和4颗叫暗的半星组成 其中两颗主星自身都是分光双星 使得北河二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天文研究对象 颈速三是双子座甘纹星 是星等为1.93 位于双子座的中部 它是一个亮度较高的恒星 以其稳定的光芒成为双子座中的一个显著标志 颈速翼T-Deptosager和颈速5Mapsut 颈速翼和颈速5分别是双子座木星和孙蓝星 它们的是星等分别为2.87和3.06 分别位于双子座的西部和东部 这两颗恒星与颈速三一起都成了双子座中部的一个亮星群 双子座与T-Deptosager是T-Deptosager的别称 双子座提星也称为T-Deptosager 是一个亮度为3.31的恒星 它与颈速1和颈速5一起增添了双子座的光彩 这些恒星不仅因为它们的亮度而著名 还因为它们在天文学和神话故事中的重要性 北河三和北河二在许多文化中都被设为双胞胎兄弟的象征 而双子座的恒星也是天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 它们提供了关于银河系结构和恒星演化的线索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在的宇宙 总的来说 双子座不仅是夜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更是天文学家探索宇宙奥秘的重要窗口 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寻找这些闪耀的双子座恒星 它们将引导你进入一个充满故事和科学的世界 双子座黄到十二宫中的第三宫 覆盖着5月21日至6月21日出生的人们 这个星座有水星守护 象征着沟通和变化 双子座的人以其多变和好奇心著称 它们的性格就像春末夏初的天气 充满了变化和活力 思想的活跃与沟通的天赋 双子座的人思想活跃 善于沟通 它们能迅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人群 这使得它们成为 优秀的交际者 它们的思维敏捷 喜欢探索新式物对 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 这种特质让它们在学习和创新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 多样化的兴趣与适应力 双子座的人兴趣广泛 它们总是在寻找新的刺激和体验 它们不喜欢单调重复的生活 总是渴望变化和新鲜感 这种对新事物的追求 有时会被误解为花心或不专一 但实际上 它们只是热爱生活的多样性 情感的复杂性与社交的灵活性 在情感方面 双子座的人可能会显得有些反复无常 它们的情绪和兴趣可能会快速变化 这有时会让人难以跟上它们的步伐 然而 它们的社交能力非常强 能够轻松的与不同类型的人建立联系和友谊 双子座的优点与挑战 双子座的人共情能力强 应变能力出色 它们的风具幽默和口才良好 使它们在社交场合中被受欢迎 然而 它们也可能会因为缺乏耐心和深入探究事物而感到挑战 它们需要学会如何平衡自己多变的兴趣 以便更好地专注于长期目标 双子座的区间分析 5月21日至5月31日出生于这个时间段的双子座 通常聪明敏捷 具有很强的潜力 它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表现出色 但内心可能存在矛盾 有时会显得优柔寡断 6月1日至6月10日 这一时期的双子座 通常在灵感和想象方面有出色的天赋 具有典型的艺术家性格 它们开朗坦白 但也可能因为对现实生活的适应能力较差而感到困扰 6月11日至6月21日 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生的双子座 拥有很强的智力天赋 它们性格纯正 真诚 喜欢与人交往 但在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感到气馁 总的来说 双子座的人是多面的 它们的性格和行为充满了变化和可能性 它们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使 它们在许多领域都能够获得成功 但也需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多变性 以便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和愿望 双子座的人是天生的沟通者 它们的生活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乐趣 如果你是双子座 或者你身边有双子座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能感受到 它们带来的活力和创造力 双子座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星座 其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幸运元素 以下是双子座人在不同方面的一些特征 幸运物 双子座的幸运物通常与它们的多变性格和对知识的渴望有关 例如手表像争着时间管理和多任务能力 书籍代表智慧和知识的追求 而手机则代表着连接和创造力的展示 此外 玩具也被认为是双子座的幸运物 因为它们能够唤起美好的回忆并激发新的灵感 工作 在工作方面 双子座的人适合需要沟通和变化的指引 它们的思维敏捷 是硬能力强 因此在媒体 教育 销售 市场营销等领域表现出色 它们也适合从事需要创造力和灵活性的工作 如写作 设计或艺术相关的职业 爱情 双子座在爱情方面可能会显得有些反复无常 但它们的社交能力强 能够轻松地与人建立联系 它们需要的伴侣应该能够理解它们的多样性和需求变化 在爱情中 双子座需要空间和自由 以及能够与它们进行智慧上交流的伴侣 运势 双子座的运势通常与它们的心态和周围环境有关 它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集中思想 避免被琐事或玩乐心思所干扰 在财富方面 双子座应该控制好开支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并积极寻求新的收益来源 匹配的星座 双子座与其他风向星座如天乘座和水平座 通常匹配的很好 因为它们都喜欢社交和思想的自由 此外 与火象星座如白羊座和射手座的人 也能形成互补的关系 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双子座所需的激情和火力 总的来说 双子座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追求多样性和变化 它们的幸运物 工作选择 爱情观念 运势走向以及与其他星座的匹配都反映了它们的这一特质 理解和接受双子座的多面性 将帮助它们和周围的人更好地相处 双子座 这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星座 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以下是一些关于双子座的有趣知识 内心的矛盾 表面上 双子座看起来乐观开朗 但它们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它们害怕孤独 但又不愿意被束缚 渴望爱情 但又害怕付出真心 关注它人看法 双子座的人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 它们希望得到认同和赞美 但又害怕被看穿自己的软弱和脆弱 渴望关爱和呵护 尽管双子座给人的印象是独立和坚强 它们实际上非常需要关爱和呵护 它们内心脆弱 容易受伤 慢热的社交 虽然双子座的社交能力超强 但它们实际上很慢热 只有在熟人面前 双子座才会展现出自己真实的样子 努力与严格要求 双子座在很多人眼里可能爱享受 但它们其实非常努力 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 双重人格 双子座的人具有双重人格 它们对世界万物保持好奇心 活泼热情 但另一面则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包括对诚实度的怀疑 这些揭示了双子座性格的复杂性和深度 让我们对这个星座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双子座的人生活中的夺面性和它们内心的秘密 构成了它们独特的魅力 双子座的人物 宝贝